日前艺人刘文正的假死事件 让自称刘文正的前经纪人夏玉顺被全民起底 夏玉顺多年的好朋友也是艺人 葛雷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说夏玉顺他生病了 表示他这一次做错了 但是手心手背都蓄肉 真的不好再多做评论 这些年葛雷跟他是有联络 疫情前还有见面 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联络 而葛雷也很尴尬的说 夏玉顺说死讯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哇真的生病了 但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跟一个病人计较 贾永杰的日前晒出了一张老公王兆杰 跟正妹林香的合照 照片当中看得出来 他老公笑得非常开心 还手比爱心 就让贾永杰留言说 王董我说拍照可以 谁准你比爱心的 还给我心心相连到天边 回台湾罚贵 不过往下一看呢 发现其实贾永杰呢 也在现场等着要跟林香来排队 让网友笑翻了 不过大家认真看一下呢 那个老公的笑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笑 所以就有网友感叹了 说王董呢 这一次真的是心灰苦呀 笑到脸都歪了 男性呢 曹又宁近期被网友抓包 跟女性王静一块来出游 甚至也见了双方的家长 今天曹又宁在出席活动时 被问到这段感情 他大方认爱 还说呢 王静是活泼 大方是他的理想型 同时他也腼腆地表示啊 并没有高调认爱啦 只是正常相处 而传出日前 王静想婚了 曹又宁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他们两个的工作 至于结婚一切随缘 新闻嘛 然后什么大家也都看到 对就是 开心开心 这是真的吗 就挺好挺好挺好 所以他的关系是 挺好的啊挺好的 开始多久了 最近刚开始 所以谢谢你们的关心 也谢谢大家最近的关心啦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要 什么样子高调或低调啊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 就是很正常的在 很正常的在生活这样 对 正常生活 谁先追谁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说谁追谁啦 就是还聊得蛮好的 对啊 然后 怎么开始走在一起 是开线是很有人心的事 我们有那个一个共同的教练 打拳击的教练 然后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地遇到这样 恋爱的心情就恋了 就很开心啊 开心 告诉说我们今天可能有想要结婚的念头 哦 这个东西我早上是有看到 对 可是我们都是早上才知道 说有这个标题下来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 对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 专注在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上面 还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 对 然后也可以关注他现在的电影 然后关于鬼现在卖得非常好 对 对 谢谢 所以你是之后会有这个结婚计划的打算吗 就是如果走得顺利的话 我觉得就看缘分吧 我觉得一切我都是顺其自然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还有优惠抢好康哦 我们下期再见